大家好,最新的3月份的百强房企业绩出炉了,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3月份的百强房企的销售金额 3月份百强房企的销售金额是3583亿 同比是下跌45.8% 1到3月份累计的同比下跌是47.5% 大家可以看到下滑幅度依然还是很深的 跟1到2月累计的下滑48.8%相比也没有好太多 整体来讲还是非常低迷的一个态势 也没有出现什么金三银四 基本来讲还是一个持续下行 持续有压力的这么一个态势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进入24年以后 整个每一个月的销售额已经很难超过前面五六年的每一个月的销售额了 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巅峰其实就是21年 这个也跟我们以前一直给大家讲了 就是21年是中国房地产前无古人后来者的一个巅峰 那2021年当年是18亿平米18万亿的销售 之后就开始连续两年快速的下滑 整体来讲23年的下滑幅度还算比较好 没有太大的幅度的下滑 也就是从22年的13亿平米下滑到11亿平米 那24年我预计可能会下滑到11亿平米以下 大概是在8亿平米 至于销售金额能不能稳定在8万亿就不好说了 关键要看房产销售价格24年会不会有显著的下跌 如果有显著的下跌的话 销售金额可能也在8万亿以下 那这样一来 基本的就是整体回到了2015年以前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回到了涨价去库存之前的一个状况 那从销售平米的角度来讲 其实已经回到了2012年的水平了 那销售金额23年的还是11万亿 主要是因为单价没有怎么降低 如果单价再有降低的话 那基本来讲可以说是确定性的回到了涨价去库存之前的状况 就是整个房地产的涨这一波的从2015年之后的行情可以说是怎么上去 就怎么下来 那么来看一下 百强房企的一个销售金额的一个门槛的一个变动 那目前是前10的这个销售门槛 只有200亿了 就前三月 只要在200亿以上就可以进入前10 那这个门槛也同比下滑了55.8% 非常大的一个下滑幅度 那20强30强50强百强基本来讲都是大比例的下滑 基本都是腰斩 这个都腰斩 所以说今年可能最大的房地产销售企业销售金额也不会超过2000亿 可能就是在2000亿一里吧 能上千亿规模的房企都算比较好的了 大家也看到像万科的这种爆雷 事件的此起彼伏都预示着后续房地产市场并不平静 因为后面的2425年还是房地产企业债务的还债的一个高峰 那么再来看一下 就是中国房地产整个的这个历程走到现在 其实都是在还以前的一个账 就是在2015年以后涨价去库存之后 整个销售的金额和销售的规模迅速的膨胀 我之前也给大家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2015年之后销售的房地产的销售面积 占到整个商品房 由商品房市场以来的销售面积的一半以上 销售金额就更高比例 大概占到60%以上 所以说2015年以后这么多的房地产需要消化 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消化 对当时的这种2015年的狂飙突进 对整个市场对整个的这种透支过于严重 所以说未来可能需要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消化过程 这个消化时间是以年纪的 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说走到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依然是一个非常低迷的情况 对应的就是上游的原材料 我们看到焦煤焦炭 包括楼仁钢铁矿石也是一个下跌 加速下跌的一个走势 这个我们在会员直播里面很早就给大家做过预判 就是预判黑色系的上游的原材料 基本是一个持续震荡下行的一个态势 目前下滑的速度还在加快 黑色系其实在2015年以后 供给侧改革以后上游是非常集中的 产能非常集中价格控制能力也很强 如果他们都控制不住价格了 都开始快速的大幅下跌了 那就说明中下游的需求确实是脆弱不堪 确实是非常的差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